你好,我是Lamson 现在讲的是中级正手 我们现在讲讲正手打上船 我们拿板就用半西方式 其实你的食指就在前面握枪 带你记住我的球板是平的 就像个箭子一样夹着两边 手指弓的箭子是中指 感觉好像要在地上拿些东西上来 当我们打的时候 我们要运动多一点左手 侧身,转腰,转脚 当球接触的时候 我们自己眼睛要看着球 看着球板打球 然后在上面插 记住我们开始打球 力量在脚,下腰,转脚 手肘,手腕,球板,球板 我们现在开头打上船 很重要是手肘的位置 就不要黏着身 不要黏着身打 就是我看到很多初恋 我们用肩膀,手肘 手肘是离开身体 可以抹枪 抹了身体 可以吗? 那球板方面呢 我们呢 就尽量 这个球接触点呢 开头的时候呢 就在高一点 高一点 高一点 球下了力 拆拆拆 OK? 可以吗? 观西方式 那我们现在做个时间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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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呢 我们的示范呢 就很简单 那大家刚刚开头打球的时候呢 就记住不要开底线 那我们在中场热了身 记住不开板 那板的接触在这里 就慢慢向上 那那个力呢 尽量你控制球板的力呢 就不要在手腕上动 因为这些呢 是较为高级的打法 那我们现在 刚刚开始打的时候呢 那些力在肩膀 肩膀 慢慢推过去 叫自己的收板 是很稳定的 现在一个很重点就是 你一定要看着球板 打个球 打到球走了 很肯定收了板 先移动 很多人打球呢 未打呢 就往前 未打球就往前 那些球就不准 那大家打球的动作就这样 那我们聊天 我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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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